早上好 朋友们起床了 这就是我昨天的录音的环境啊 朋友们是一个充电站 这里是免费的免费停车的 刚刚老板早上也过来了 他说欢迎大家到这里来停车 到这里来充电 停车免费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这个 S三门峡 我今天要去往这个 西峡县啊 西峡县往南洋那边去了 预计大概的是150公里左右吧 预计三四天左右到 早上我就吃点吧 就是昨天打包的这个鱼 这个鱼啊 我一想把它扔得太可惜了 吃掉吧 因为现在早上这边也没有开门 这附近的饭店 我吃完就准备出发了 好 我还没吃完 有点干粑粑的 我说不要搞点油进去 有点干粑粑的 我说并不是要搞点油进去 鲍鱼 希望吃了别拉肚子 昨天真拉了 应该没问题的 掉了太可惜了 来吧 毕竟是肉 有鱼翅 有鱼翅 快来 鱼翅 味道真的不错 突然的话 在地上这么多灰尘 这个鱼翅 我都不错吃了 确实是味道蛮好吃 我才将就一下 嗯 好吃 我过一会儿吃完饭 还要去买一点菜 去菜场 因为我现在车上只有 只有一点点菜了 吃完饭 东西全部收拾好了 垃圾收拾了 我们出发吧 对了 对了这个大门 需要 这个 管理人员才能控制 它的出境 喂 我要走了 走 好 谢谢啊 麻烦了啊 我先去菜场里面买点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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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这下面有个龙帽市场 我们去看一下能买点什么 带走 有肉 哇 这里有白菜 有蔬菜 买一点 这个 嗯 一把鸡蛋吗 拿一把就好了 就这样吗 嗯 三两两多 啊 拿这么多吗 只要你去 嗯 嗯 啊 一把鸡蛋 冬季骑行去广东过年 朋友们我是小哥 今天从这个卢氏县出发 现在到了这个梅花小镇 今天骑行已经骑行了20公里了 这个地方很漂亮 我想带大家看一下风景 前面是一个铁路桥 哇 这个画画的特别好啊 寻梅横街梅花小镇欢迎您 这是一棵梅树梅花树 上面两只杜鹃 这边是高速公路吧 朋友们 那边应该是铁路吧 这个下面还有一条小溪 还是蛮漂亮的 一般在乡村里面的这个景点啊 他就是喜欢放一些比较接烟火器的这些木啊 啥东西的 你看 三人行 下下棋 比有我师 感觉蛮不错 我想给大家航拍一下 因为这个地方有两座大桥 还是显得蛮壮观的 这里是有个村子叫田家村 田家村指向的方向是我的这个对面 在那个河的对岸 对岸有一条路 那边就应该就是田家村了 我是真的 阶梅 东西 地压 冥 好 好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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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 今天出发的比较早啊 现在这里风景好安静 阳光正好啊 我想中午小睡一下 下午再走 不赶时间 下午一会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冬天没什么人 到夏天国际来采草莓的应该蛮多啊 前面又要进入大山了 前面又要进入大山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阳光明媚啊 天气非常的暖和 真的是一个适合骑行的日子 而且风景非常的美 大山里面的 太漂亮了 前面那些山就像水墨花一样 如果天啊 是蓝天的话 那就更漂亮了 这个小溪边 每隔一段路就有一个小桥 对面就有一个村子 他们就住在这个小溪边 取水也是在一个小溪里面 洗衣也是在这个小溪里面 导航显示我要上桥了 往这个左边拐 这里居然有条路哦 你看 哇 哇 别咬我 别咬我 老大几条狗 鱼鱼鱼鱼鱼 这是真的进入圣山老林了 我都不知道这是去哪里的朋友们 看来今天又要露营在这个圣山老林了 这没有一天出不去 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